在組閣的這件事情上 賴總統確實是有跟各方來徵詢相關的意見 那我們都尊重他做最後的決定 大家要相信我們的賴總統當選人 一定會組織一個最好的內閣 佐倫泰現在比較弱亂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或許這是他的優點 也是變成一個隔魁的重要因素吧 重要因素 因為畢竟來立法院他們現在有少數嘛 中華民國的事實上都有文人的部長 就是看他跟軍方的淵源到底怎麼樣 顧立雄出任國防部長 就像民進黨的萬金有 什麼地方不舒服就抹一抹 這個就很好用 現在檯面上在討論的人選 我想不外乎都有幾個共通點 就是過去具備有行政經驗 同時有一些還曾經有擔任過民意代表 所以同時能夠具有行政及民意機關相關過去的資歷 我想會是非常好的協調調適的人選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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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